云边有个小麦布来了 小姐你来这个 好美啊 来 四位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我们从导演先开始吧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云边有个小麦布的导演张开架 欢迎张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周也 在云边有个小麦布中饰演成双 欢迎周也 然后我们制片人和 我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这个电影的制片人 我叫张鱼 然后我隆重介绍 我们这个电影的摄影指导 金巴奖主席李平平老师 好 四位一来 没什么朋友们很兴奋很激动 有很多问题 来 谁先开始 来 我这先吧 我问一下小野 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呢 哪儿呢 哎呀 我这儿服了 我来问一下那个小野 第一次跟朋友唱合作是什么感受 唱宝是吧 唱宝 你叫他唱宝是吗 对 我们俩在片场 有一次他突然叫我大名 我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大名 他说那你小名叫什么 我就说叫田田 他从此以后每天都在现场喊 田田田田田 后来我就问你的小名是什么 他说唱宝 所以我们俩在现场都是小名互叫 那你一听到他叫你田田 你什么感受 一开始感觉有点害羞 想找个地动 就是躲进去 后来就习惯了 他叫我田田 我叫他唱宝呗 挺好玩的 对 那如果之后可以再合作的话 你希望合作一个什么类型 我觉得可以和唱宝合作一个鬼片 鬼片啊 对 就想看唱宝就是惊恐的样子 那你是要演啥 我可以演一个吓她的女鬼 好 谢谢 很有志气啊 来 快点给到这边 想问一下 稍等 快点给到你 我可以 我们要收声 好 想问一下导演 就是为什么会选择 野子跟那个彭一畅作为你比较的男女主 他们有哪些特质会很吸引你 因为我自己是写小说 同时自己也拍电影 所以的话我对选择角色的演员的时候 有一个共通性 首先我跟童谣还有小野 日常生活就是好朋友 所以的话在考虑这个角色的时候 无论是写作的时候 还是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都会考虑以他们为原型 去做一些贴合的部分 所以在我心里面 他们两个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没有其他 好 谢谢 好 还有哪位 OK 你好 想问一下周野 那个就是 片中小麦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你对小麦布就是片中的小麦布 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记忆 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 我记忆比较深的是夏天 然后有一场戏是我一个人的 抱着西瓜 然后导演调了好多次角度 然后一直拍一直拍 就是特别想拍一个很唯美的画面 其实大家有看到那个 我们其实发过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电风扇吹着 然后宾哥就一直拍拍拍拍 导演真的够了 真的够了 对那一场戏 OK 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 其实想问一下我们李浦斌老师 您这次来到内地 然后包括跟这家导演一起合作 拍这个里面有个小麦布 您有什么感受 也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 就是现在我们在电视场 很少看到这类型的电影 心情 友情 爱情 还有正情 我觉得就是很动人 很动人 我们也非常期待 这个作品的影视化的过程 然后这家导演 在这儿宣传宣传吧 好不好 对于我来说 首先是希望没有辜负读者的期待 其次的话 也想对观众们讲 就是这次 你们能来看这部电影 就是我们所有主创的主性 好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然后再次感情 还有勇气 想问一下张佳佳老师 选择彭玉昌和周也 作为您笔下的男女主角 他们是有哪些特质吸引到您 这个没有误过的 对 那我再回答一遍 因为他们好 我补一句 天选成双 好 天选成双 OK 那我们一起拍张照 好 太喜欢这部作品了 好 观赛老师在哪里 好 好 OK 现在早点跟大家见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哇 猪椰好吃 猪椰真的好吃 猪椰真的好吃 好 好 好